原始人怎么拍照 把新鲜公牛粪涂在脸上 然后用石板粉拍一下 这是自带青梢二级的大头贴 全家福则更加先进 首先布置好机关 然后全家站在一起 再拍一次 我眨眼了 一张载入人类史册的全家福就此诞生 他们亮眼的操作还有很多 通信靠吼 吃饭靠偷 洗澡则是挂在房梁上 让你精神抖擞 这就是全球排名164的喜剧动画 疯狂原始人 影片中的家庭观念和很多父母一样 值得反思 他们是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咕噜家族 原本他们也有很多邻居 不幸都灭绝了 有的被巨兽才死 有的被毒蛇咬死 有的被蚊子钉死 咕噜家族能一直存活下来 就因为有个怕死的爹 他让家人永远都要心存畏惧 所有的新鲜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东西 甚至没完讲恐怖故事 打消大家想出洞的想法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黑暗之中 要出洞口必须等待父亲的信号 比如 他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捕猎了 这次全家一起出洞 父亲看到远处有一颗巨大的鸟蛋 他把丈母娘当骰子抛向空中 头先着地 先锋就交给坦克 他兴奋地抱起鸟蛋就要返回 大鸟及时出现抢走了鸟蛋 妈妈立马放出小山去咬 他从背后偷袭 沙漠里想掏鸟蛋的还有连尾鼠 他们半路截胡 鸟蛋落入他们手中 丈母娘也出手了 别看他年纪一大把 打起架来也毫不含糊 不过鸟蛋还是被蜥蜴踢飞出去 这时在暗中防守的豹文妹小一四肩动 他行动敏捷 轻松就从蜥蜴手里抢下鸟蛋 最后由父亲负责接应 一气呵成 但在回去的路上绊到了老虎 猛马巷受到惊吓也开始狂奔 关键时刻还是得父亲出手 他将家人挨个扔到猛马巷背上 这般力量 不去参加奥运真是浪费人才 快到家时 父亲和小一采用人力刹车 终于他们成功拿到了鸟蛋 全家人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 最后轮到父亲时 他只分到一滴蛋汁 他用手指在空中比划 太阳快落山了 大家得赶紧回到洞穴 而小一总会不顾危险地爬到高处 目送最后一丝余晖 这样被黑暗支配的恐惧 家人们都受够了 晚睡时 父亲就会把家人全都揽进怀里 大概这是我见过最温馨的画面 睡到半夜 小一似乎听到外面有什么声响 一束光亮照进洞内 他试图将光抓在手里 却怎么也抓不到 好奇心地驱使 他偷偷溜出山洞 跟随光亮一路前进 他在悬崖上方发现了 飘荡的火星和火把 他以为这就是太阳 好奇地左右端向 完全没有在意到背后出现的怪物 怪物还不停地模仿他的动作 小一发现后将他一把摔倒 他打算用石头砸死怪物 却看到对方长有一双人类的手 怪物摘下面具 原来是一个帅气的人类 他叫盖伦 小一不敢相信 除了咕噜家族 竟然还有人类 他上下袖着盖伦 被他腰间的带猴吓了一跳 他赶紧用脚阻止盖伦发声 他担心被家人知道 他私自走出山洞 但还是被发现了 咕噜父亲醒来发现小一不见 他也不得不第一次尝试夜里出门 眼看火把就要熄灭了 盖伦将它复燃 他会 照你说的做 是啊 算是吧 这是太阳 不不 是火 你好啊火 他没有生命 显然这是小一第一次接触人造火种 得知这是男孩弄的 他要求盖伦多弄点出来 差点勒断了他的腰子 一番吵闹过后 他们成了朋友 盖伦告诉他 这片土地马上就会毁灭 大火岩浆将会包围这里 山崩地裂 想要生存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小一拒绝了盖伦的邀请 最后盖伦送他一个海螺 遇到急事就可以呼唤他 盖伦走后 父亲刚好出现 在天亮之前把小一带回了家 他告诉家人 他找到了一样新东西 家人们立马做出战斗状态 因为在他们看来 新东西就意味着危险和死亡 小一准备向大家证明遇到的一切 于是他吹响海螺 声音还没传出山谷 海螺就被家人们一拥而上踩个稀巴烂 他们怎么也无法接受新的东西 父亲的话刻在他们骨子里 不相信不代表不会发生 突然 盖伦描绘的事件末日似乎开始了 地面开始军裂 山崖上的石头纷纷坠落 他们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到洞穴 家人快要到达洞口时 父亲看到了危险 一块重达万吨的石头从洞穴上方坠落 家人很可能全部丧生 危急时刻 父亲扔出石块打倒坦克 家人连番摔倒 巨石刚好压垮了洞穴 碎石向他们奔袭而来 担当的父亲把家人护在身下 虽然思想守旧 但在危难时刻 父亲的担当可打满分 失去了世代居住的洞穴 他们不得不放弃陈旧的规则 崩塌的洞口后方 刚好是一片五彩斑斓的事件 作为一家之长 父亲依然十分谨慎 这时老虎出现了 被逼无奈 父亲抱着家人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然后掉落在植被繁茂的原始森林里 他们的全新探索也将拉开帷幕 这里有长得像小象的老鼠 像猴子的蝙蝠 还有社会人猴哥 父亲被他们拟来我网的痛打一通 打着打着他们就跑了 父亲还以为自己的威武吓跑了他们 没想到后方出现一只巨型绿猫 在他面前 父亲的攻击基本无效 一家人只能爬上树干 没想到大树竟然是巨兽的大脚 他们被带到一处草坪 看到山洞 大家本能地钻了进去 山洞居然自己合上了嘴巴 原来那是陆地精 一个喷嚏又把他们喷了出来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鲸鱼纷纷闭上嘴巴 怕黑的可不止他们 还有咕噜家族 没有找到山洞的他们怎么办呢 这时从地里冒出火红的小鸟 一只接着一只 最后庞大的群体向天空飞去 然后聚集成一条红色彩带 越漂亮的越危险 他们一个旋风向地面俯冲 片刻之后 陆地精就被吃了只剩骨头 咕噜家族这才意识到危险 可他们已经避之不及了 眼看石肉鸟向他们袭来 怎么办 小一看到远处的骷髅 他用骷髅吹响号角 盖伦听到了召唤 一看就知道大事不妙 他飞速赶到 在地面上升起火把 在火光的保护下 石肉鸟纷纷避让 火把就像黑暗中的神器 驱赶了恶魔 带来了生机 一家人得救了 他们围着这神器的东西研究 他们称之为太阳宝宝 有人用脚踩烫伤了脚 有人含在嘴里烫伤了胃 太阳宝宝还喜欢上了 坦克之咬他的屁股 父亲让他躲在草丛里去 结果点燃了一片世界 和丈母娘的拐杖 大家不情愿地 和太阳宝宝玩起了游戏 然后又点燃了玉米 玉米撞到树木之后 生入夜空 接着就是一场浪漫的烟花秀 就像魔法一般 闻到的不是火药的味道 而是食物的芳香 一堆巨大的玉米花 从天而降 大家饱餐一顿 第二天 大家依然活着 盖伦想离开这个疯狂的家族 咕噜父亲却囚禁了他 因为他们需要他的火 也需要他带路寻找山洞 盖伦为了避免末日毁灭 他引导大家朝着远处的高山进发 一路上大家吵吵闹闹 沿途的动物 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噪音 他们一走就是几天几夜 大家都饿得够呛 他们在草地里发现一只大鸟 于是偷蛋计划又开始了 大鸟异常凶猛 一家人没有谁是他的对手 没办法 只能生吃蝎子 看他们可怜 盖伦决定帮助他们猎取食物 他就地取材制造了一个陷阱 然后用树叶制造一只熊鸟 吸引对方注意 计划很快奏效 他们捕捉到了大鸟 还用火把它烤了 这是咕噜家族第一次吃到烤熟的鸟肉 香吉了 很快就被他们分而食之 就连渣都不剩 父亲却十分伤心 一家人竟然要一个外人的帮助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 一路上盖伦用自己的聪明材质 帮助了咕噜家族 地上遇到尖刺 就给大家制造了鞋子 遇到社会猴不再武力 而是用香蕉贿赂 悬崖下面有绿猫 就用树枝制造了高桥 保守的学居人 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操作 遇到大雨 还以为是怪物来袭 父亲对着空气打拳击 盖伦用一把小小的树叶伞 就解决问题 大家对盖伦也越来越有依靠 小一被男孩的才能深深折服 父亲知道 他的话谁也不听了 于是他决定抢回自己的威望 开始模仿盖伦 把头发染成脏便 差点没把家人吓死 发明了蛇皮带 差点没有勒碎腰子 发明了交通工具 差点没把家人砸死 发明了太阳镜 差点没有摔死 还发明了翘翘板 结果 事情被他越搞越砸 他怒了 他要赶走盖伦 追逐中 他们不小心都掉进了胶油之中 被黏得死死的 一向自信的盖伦露出绝望的神情 因为他的家人也是死在交友里 他明白谁都逃不出去 父亲意识到自己的鲁莽 他真诚地向盖伦道歉 在绝境中 他们第一次敞开心扉 盖伦理解了咕噜父亲 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咕噜父亲也理解了盖伦 他独自一人 不得不面对残酷的事件 他鼓励盖伦发挥聪明的头脑 一定可以逃出去 得到咕噜父亲的认可 盖伦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他让戴侯制造了一只假绿猫 两人在交友里手动指挥 就像眼皮影戏一样 没想到绿猫真的上当了 他强大的拉力 很快就把两人拉出了交友 当一家人找来 看到两人已经兵士前嫌 十分高兴 高兴之余 地震再次来袭 大家决定追随盖伦去往明天 他们一路奔跑 终于来到了最后通往明天的关爱 新世界就在眼前 这时地线来袭 他们疯狂奔跑 必须抢在时间前面 可还是晚了一步 通往明天的路段了 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天欠 对岸是灰尘满布的明天 似乎一切的希望都被淹没了 家人们别无选择 只能原路返回 父亲伸出手掌 末日余光就在他手心慢慢消失 他幡然醒悟 对大家说 不要黑暗 不要躲藏 既然是为了追随光明 那就会有所牺牲 他决定用蛮力把大家抛过去 面对未知的危险 男孩第一个站了出来 父亲把他扔进了迷雾之中 在大家的期待下 对岸传来一声号角 盖伦安全了 接下来 父亲把家人一个接一个地扔了过去 最后轮到女孩小姨了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很可能和父亲永远分别 一向叛逆的他 突然不愿意了 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是人类第一个拥抱 随着他方的范围越来越大 也许两人都没有生还的可能 最终在父亲的坚持下 小姨被父亲扔了过去 紧接着就是一场山崩地裂 父亲淹没在尘埃之中 他们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大家向着对岸挥了挥手 没过多久 咕噜父亲竟然没有死 他爬进附近的洞穴里 并且成功地点燃了火把 他兴奋地和家人分享 突然才意识到家人已经不在身边 他抓起一把火山灰在石壁上涂鸦 有坦克 有妻子 有丈母娘 还有小姨和未来女婿 然后是他伸出长长的手臂 怀抱着大家 我不禁被这一幕深深动容 父亲粗鲁的背后 是一颗温柔的心 他的身后突然出现大绿猫 原来他也害怕黑暗 来洞穴里寻找温暖 父亲听到小姨他们的号角 心急如焚 以为他们遇到了危险 要怎样才能去救他们呢 他疯狂转动脑袋 终于寄从心来 他们找到一个巨大的骨架 在外表涂满胶油 然后吸引来数万的食肉鸟 当食人鸟靠近骨架 他们都被粘住了 一架人造飞机飞了起来 父亲用火把控制方向 一路上还就下了很多无路可逃的动物 爆炸袭来的一瞬间 他们都飞了出去 另一头的家人在悬崖上吹响号角 他们是为了悼念父亲 奇迹发生了 光亮中 父亲驾着飞行器到来 一家人相拥在一起 他们还多了几位新的家庭成员 灾难过后 他们的前方就是一片新的碧水蓝天 作为父母 过度的保护欲 只会限制孩子的成长 只会阻碍他们开拓新的天地 作为子女 父母的行为或许有失得当 但他们爱我们的心 却没有改变